Hello 大家好 今天来分享一个百分百全麦馒头的制作权过程 在美商品TM6的机器上面 我们来到酷开度的搜索页面 直接输入馒头两个字 就可以轻松地找到这个食谱 开始烹饪后 第一步先加入265克的水 这里注意比原食谱要多加25克 因为加拿大的面粉吸水性比较强 第二步加入一满茶匙的干酵母粉 其实市面上销售的各种牌子都可以 再来是10克糖 10克油 按照原食谱完全地来操作就好了 当你需要秤的时候 小美的屏幕上面会显示秤的功能 好 下一步两分钟 37度速度3 只要把大圆扭向右扭到3就可以了 加入500克面粉 这个是Costco的包装 就叫做Whole Wheat Flour 上面粗粗的颗粒就是我们想要的健康的复制的部分 好 加入到500克之后 我们就点击到下一步来 盖好煮锅盖和凉杯盖 30秒速度从3逐渐增加到6 我会在速度3的时候呢 保持5秒钟 然后再添加到6 好 这是水和面粉溶解的比例 再来加入1%茶匙的盐 盖好锅盖后 就到了揉面的这个步骤 好 像用一扭就开启了 2分钟之后 揉好的面团就是这样的状态 好 美善品的这个揉面功能真的是非常强大 完美地演绎了手光 面光和喷光 把面团呢 从中间向外拨成一个球形 然后再用切板一切为二 这样更好操作一点 你也可以分成3分或者4分 只要操作容易一点就可以了 你可以一直从中间来切 这样呢 会保持它比较平均 尽量的把它的这个面团剂子呢 保持在比较大小统一的一个状态底下 当然你也可以像我这样从一端呢 直接切切切到另外一端 因为当你面团如果有一个比较偏小的时候 就是一般是最后一个到两个 那同样蒸的时间的情况下呢 那最后那几个比较小的就会容易别掉 好 蒸锅组的两层呢 我已经提前用油刷把它刷过了一遍 好 我们就把它摆到里面去 注意中间要留一些这个空间 因为它还是要再发的 好 最后呢 我们盖上这个Parchment Paper 叫做烘焙纸 在上面 因为之后我们蒸的时候会有水蒸气 这样就会防止水蒸气滴落到馒头上 好 我们在功能里面呢 找到这个发酵功能 然后把时间呢 从8小时改成1小时 70度不用改 然后最后开启这个发酵功能 锅里面呢 要先放入一些水 盖过这个刀头的量就可以了 好 这个是发好了之后的状态 你看那个缝隙已经几乎是没有了 我们再来呢 回到这个主页面 把它调成25分钟 温度Varoma 速度1 把馒头蒸熟就好了 好 拿开纸的时候注意啊 把它一次快速的把纸倒到水池里就好了 这个就是我们出锅了 已经完全的蒸熟了 好 松松软软的全麦馒头 打开来给大家看一看 好 快做起来吧 好 啊 好了 啊 好 啊 好 啊 好 啊